2月12日下午,武汉市江岸区塔兹湖方舱医院正式启用 下午13时30分,陆续有公交车载着患者开进方舱医院大门 抵达方舱医院后,有医护人员在车旁引导患者有需下车,步行进入方舱医院 下车以后,我们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把患者交给我们接诊的医务人员 由我们接诊的医务人员再把我们的光达市民送到我们的病区里面 据了解,患者进入方舱医院后将会领取电热毯、眼罩、洗脸盆等生活用品 在治疗方面,方舱医院医护团队将按照国家卫健委研究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对患者进行治疗,并将服役中医中药疗法和心理疏导 我们方舱医院收治的都是一些轻症的病人 这个我们主要是按照我们国家卫健委有一个通医的治疗方案 服役中医的一些中药的治疗 特别重视的是我们要求我们广大的医护人员在里边 受开这种医疗意外,要进行我们患者这种心理的疏导 赋予这个文艺体育活动 我们也开开心心地在里面治病 今早地康复出院 江岸区塔子湖方舱医院由武汉全民健身中心改建而成 设计床位1000张 目前由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统筹管理 来自河北、江西、天津三个省市的近700位医护人员负责医疗工作 目前东西湖武汉客厅方舱、江汉区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和红山体育馆方舱、江岸塔子湖方舱、黄皮方舱、汉阳国博方舱、 桥口体育馆方舱等7个方舱医院已经启用 2月6日开始收治病人以来 截至2月12日上午7时 总收治病人4313人 出院36人 转出305人 目前还有3972人在方舱内收治 方舱医院共有医护人员4966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